2019下半年休斯顿中美文化讲坛将带来一系列精彩可泣的文化活动 由执行长赵顾怀珍举行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六场活动的精彩之处 一同出席的中美四住持绝法法师也表示 将捐赠RICE大学及休斯顿大学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词典全套图书的消息 将分别在6月25集26号两天举行证书仪式 同时当天也介绍了该套图书制作的初衷 文化是延续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内容 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 它教育可以进化养生 所以它后来再回到去到台湾的时候 它创立佛光山 在1983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 在佛光山成立一个美术馆 它一直心心念念说佛教的文物那么丰富 尤其佛教艺术是那么好 怎么样在审美的方面 跟宗教里面怎么样人家感受得到 所以它一直很想做这个大词典告诉大家 刚好我们这次来的古长法师 他知道师父的想法之后 他就很努力地找了很多的专家学者 一起来编辑这个世界佛教语术 读书大词典 人类慈悲的心怀应该是从出生那一刻 就具备的本能 只是经由后天环境的影像 造就了每个人在慈悲上 有着不同程度的反应 会为两年的中美文化讲坛 今年开讲的第一场活动 就要谈慈悲的力量 将邀请佛陀纪念馆馆馆长 如常法师 6月26号晚间7点半 在休斯顿中美市演讲 分享从星云大师一笔字 到病后字中所看到的慈悲力量 病后字是大师在2016年 他脑中风以后 他恢复以后 重新写个字叫做病后字 之前是大师70岁的时候 他眼睛因为糖尿病的关系 所以就看不清楚 所以他就是开始写他的一笔字 那2016年中风以后 恢复之后就叫做病后字 那为什么会看见慈悲的力量 因为师父的所有写的字 都是为了栽培后生 跟为了佛教 做很多公益的活动 这里面不光是办教育 还有培养好苗子 还有师父的公益的平台 做了很多很多的 像台湾推行真善美的活动 想各位都听到 在社会上造成一股清流 所以能够亲耳听到 这个卢教法师自己现身说法 我相信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隔天27号上午11点 则邀请了妙光法师 在中美式以英文演讲 My journey of self-discovery 接着第二波以戏剧为主 将由台北新剧团于9月14-15两天 在Hobby Center上演 哲子戏秦湘连 党马及美猴王 15号则演出宝莲神灯 如果喜欢京剧的朋友 可能对李宝春都非常的熟悉 李宝春的父亲叫李少春 是当时跟梅兰芳 还有个几位大爵 他也是顶尖的之一 那宝春呢 李宝春老师呢 是他的儿子 他在台湾耕耘精绪这一块 已经很久了 那是跟孤公亮文教基金会 合作到现在 那今年呢 因为我们睽诡了两年 所以我们决定带一个大的节目 到修士臣来 所以这个京剧团 这次来的节目也非常精彩 而且我们已经租好了 Hobby Center 所以会在Hobby Center的Zika Theater演出 票呢 会在Zika Theater 他们的票务处 帮我们一起处理 所以需要买票的朋友 可以直接上网去买票 这两场的演员 将于开演前30分 在大厅公开进行彩妆 让西米亲身感受 精具化妆的过程 两场演出的所有门票收入 都将全数捐赠 McDonough House 协助严正病童 我们这个戏会在每一场 都会在30分钟以前开始就开始 我们会在Lobby 有现场化妆 因为精细的化妆很特别 所以我们会有现场的化妆 给这个观众看 可是当然只有 有票的观众可以进来 然后呢 我们还请了一个台湾相当有名的书法家 来现场辉好 可能你还可以替现场来宾 给他们一些书法上的介绍 或者给他们几个字带回去 所以这个就是30分钟以前 开场之前 我们会有这个服务 访问过 休斯顿两次的白先勇教授 今年印中美文化讲坛之要 将再度于10月27号在中美市开讲 《红楼梦后40回》的悲剧力量 仅有前两次受欢迎的程度 今年渴望再现热潮 达老师这次要讲的是 《红楼梦后40回》的悲剧力量 宝玉出家和待遇之死 大家都知道 《红楼梦后40回》 其实争计是很大的 是不是传学勤写的 还是成高两个人编出来的 胡适之当初说是 根本不是朝鲜新鲜的 但是白老师觉得 绝对是朝鲜新鲜 而今年最后一场 11月27号的文化讲坛活动 邀请到加州伯克利大学 历史系教授叶文新 出讲近代史上的桃花扇 将点出桃花扇 在历史上几个重要时期 其背后的另一层含义 这个桃花扇和牡丹亭 其实不光只是情与美跟爱 其实在这个里面是非常交错复杂的 对整个时代的不满意 显露在他的戏曲里面 桃花扇如果在很多的学者的研究上 其实他的历史的意义 比他的文艺的艺术的意义 被人家看到了更多 所以是一个 以他的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研究 我相信由他来演说的时候 这个内容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他有告诉我一部分 可是我想先不透露 希望大家能够来听看看 桃花扇从明末到现在 三度被提出来 为什么 这个桃花扇隐喻的是什么 在我们的中国历史上 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会后出席记者在该市盛情邀请下 共进午餐 品尝色香味十足的素食产点 完成了当天记者招待会 最令人难忘的段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